不行耶 你不行耶 我只會講完後悔 一個不小心又買了五間 不好意思 這種店只能站本片三十秒 因為我現在就有點不知所措 但是她逛得很開心 所以我進到一個旅辦的義務叫做裴桶 怎樣 珍珠美人魚的項鍊我真的是不懂 好累 漫虎逛街攻略來了 終於大家敲碗超久了 今天呢我們就要在一天之內逛完 我在曼谷的所有愛店 不容易 為了展現我的決心 我直接畫這個地圖 我們今天就是要很有策略性的 在一天之內把我們這些愛店裡逛完 我覺得這個也好 因為大家就是可以在一天之內 留其他時間給這種風景旅遊啊 對 就是你不要在那邊瞎逛 不要在那邊今天逛那邊一點點 在那邊逛那邊一點點 結果逛那邊 欸好像喜歡的也沒逛到 然後逛的都不太喜歡 對吧 但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變成一天呢 我覺得我是笑不出來 我不知道你怎麼可以笑得那麼開心 啊就有人訂錯機票了 沒什麼好想的 就訂錯機票了 幹 看錯時間了 我們就是今天晚上 半夜12點要回台灣 好 所以我們臨時升了這個主題 一天之內要逛爆泰國推薦給你們的店 對 來 我跟你講先跟你們講我的策略是什麼 因為呢 我們剛剛在市區的飯店 我們住在市區 我們先從最遠的開始逛 然後逛完之後呢 再下來這邊 我們這樣順下來 這看得出來這裡是一條河吧 這裡是一條河 我細節都有畫到 這邊是一條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泰國最想走的 就有點像建國高架你知道嗎 好 那我們就從最遠的開始逛 逛完之後我們再下來 再回到這邊 商圈最熱鬧的地方 而且要記得 我跟你講 在三四點之前呢 要避開交通 所以我們呢 差不多這裡只能停留 半小時 趕快 我們趕快去逛第一間 首先要介紹的是 位在Hours裡面的 Us and Friends 這裡算是還在開發中的商圈 比較少台灣人來 最有名的就是門口這個 泰國網紅開的早午餐 我覺得還不錯 如果有來的話 可以順便去吃看看 那我們就來逛 第一間店吧 最喜歡這間店的原因就是 他們的東西很豐富 超多可愛的小物啊 包包 各種配件一應俱全 服飾的部分呢 也區分成男女兩邊 所以呢 我覺得逛起來非常的舒適 因為這一間呢 是我上次來泰國 就是菜單沒有跟到的 這間店很可愛 很可愛 這間店 嗯 我那時候來逛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間就是 有點韓系 但是同時呢 就是又有泰國 他們自己的元素在裡面 就是可能 顏色啊 他會做一些很繽紛的 然後也會有一些 花襯衫 然後花花的洋裝啊 什麼的 我覺得超可愛 然後還有他們在地一些 小眾品牌的包包 飾品類也很多 飛飛們會喜歡的 這種 耳機啊 耳機殼 還有氣囊 男生的話就是有一些 古著的外套 然後 花生三吧 我覺得你剛剛最吸引你 應該也是花生三吧 對 你就會覺得好像 沒有在別的地方看過 就是這裡的衣服 我覺得算是選的都蠻特別 這個超可愛 我要買回去 抽獎送給大家 這怎樣 每一間店都要抽獎 每一間都 買一個我看得順眼的東西 送給大家 好 哈哈 接下來呢 我們就穿過一條河 然後來到這邊 其實它就是離河濱夜市很近 這邊呢 就是第二站 我覺得一定要逛的 就是這間香氛店 它真的很特別 這裡面會有很多高級的味道 你覺得好像沒有聞過 然後我覺得包裝也很可愛 很適合就是 買來當伴手禮送別人 這一區呢 其實也沒有太多店 它不算是一個大商圈 不過它就是有幾間我覺得蠻特別的小店 對面還有一些 就是咖啡廳結合選物店 然後隔壁呢 它正隔壁還有一間很可愛的茶店吧 對算茶店 如果有過來的話呢 可以一次把這四間都逛完 就是這間泰國在地香氛品牌 C-O-P-E-N-N 我很喜歡店裡的裝潢和擺設 以木質調為主的香氛 種類也非常的多 有墨浴乳啊 護手霜 蠟燭等等 很適合當作伴手禮 買回去送給朋友啦 其實這間店我比較有來過 最喜歡最喜歡的味道就是這個 推薦大家 The Fog Frog Fog Fog Fogue House 哈哈哈 就它有一個很清新的味道 然後淡淡的玫瑰 我覺得很舒服推薦大家 然後你最喜歡的呢 是拿油雞的 我最喜歡的這個 這個 就點木質 然後 它就燃燒的味道 汗味 嗯 很有故事的一個味道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這個超可愛的 這個 護手霜 這邊呢就買一條 回去送給大家 然後就是你剛剛喜歡的那個味道 對我最喜歡的味道 第三站 我們剛剛已經這樣咻 從遠的地方呢 回到市區了 第三站呢 這間就叫 TOP 嘿嘿嘿 來我們直接上字卡 對 這間呢 其實就是在桶桶站 這裡其實也算是一個鬧區 然後有蠻多小店的 那我首推呢 從這間 它就在樓上五樓 那如果你有點找不到路的話呢 就是看這間Seven旁邊 這間店 進去 右轉 電梯上去 五樓 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 超期待了 因為有時候看到它的IG 它就是 怪怪的店 然後我們進去的時候 其實就蠻多設計師品牌的 帶大家進去看 Go 好 接下來要逛的這間店屬於比較復古 Y2K的風格 裡面除了古著以外 還有各種泰國在地藝術家的作品 很多手作的飾品啊 背盤等等 還有很多很特別的衣服 是屬於風格很鮮明獨特的服飾店 這邊呢就是有點不合適 就是這裡是可以做指甲的 但我不知道是要怎麼預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啊 如果特別想要來吃店的話 然後呢另外一邊 在脫衣服 超帥的 很帥 超級可愛的 它就是有一些自己的選品 然後一些小工設計師的東西 然後加上一些古著的衣服 好可愛啊 你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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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古巴子手工藝嗎 我們剛剛跟店員聊天發現 這個是印度的牌子 學校你跟他交流的如何 我剛剛有一點 愛上這裡了嗎 我剛剛有一點交流 才會覺得他們選品選得很認真的 才會知道他們理念 對 他們就真的喜歡這些東西 然後選這些東西 我就覺得喔 蠻乾人的 對啊 剛剛還想離開這裡 就是蠻棒的啦 就是很像一個文庄基地 然後就是做美甲的人 然後服裝設計師 然後很多在地的選品 我覺得蠻值得來的 看得出來嗎 這是雞皮疙瘩 什麼 你在這個魔頭女上面找到什麼東西 好可愛的 我找到要送大家禮物 小戀 超可愛的 其實就是泰國還蠻流行這種 就是凸起來的愛心 可是我覺得它的設計蠻特別 因為它裡面是閃亮亮的 我自己要戴這個 可愛吧 妳會每天戴嗎 我等一下就戴喔 等一下買了我就戴 就是推薦給有喜歡這種風格的朋友們 如果不喜歡的話真的不用進來 哈哈哈哈 逛完了 其實除了這間以外呢 這區我也有去過兩間 我覺得還不錯的 古著小霧玄霧店 登登 在這裡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你知道現在幾點了嗎 不知道 趕行程有一個很重要注意時間 現在3點10分 曼谷呢差不多3點多開始 到六七點 這個時間就是會大塞車 所以我們一定要趕在3點去我們 今天最後一個要去的地方 走 第四站 也就是最後一站 為什麼要把它排在最後一站 就是因為這裡東西真的是最多最廣的 這裡其實就是Siam Center也在這裡 然後Siam Palacón Siam Square Central Wall 那你可以想到的就是商圈都在這邊 就是年輕人一定會來這邊很廣 所以我們最後一站呢 特別安排在3點之後 你想要在大塞車之前趕到這邊 你晚上這裡絕對讓你逛不完 那如何有效率的逛完這裡呢 跟著我們走 跟著我們走 第一站呢就是這個 香氛選品店 也就是我每一次來曼谷 也沒有每一次我也才來兩次 就是我連續兩次都一定會逛了選品店 大家去看 熟悉的地方 發現我們來了兩次 曼谷都一定會逛這間 我們來的時候都買一包欸 真的 我們的 它一樓呢就是一些 泰國的香氛選物 這有蠻多不同的牌子 對 我們上次買爆欸 超誇張的那種 喔 而且因為它是寵物友善 所以呢就是家裡有 小貓小狗的話也可以放心 有寵物友善的要問店員 對 就有特別有幾款這樣 如果有在研究那個香氛的話 可能會看到這個牌子 因為它就是在茶凸茶還蠻有名的 AAR這個 這個牌子 如果呢就是沒有拍行車去茶凸茶呢 你就可以來這邊 上二樓 好 二樓呢感覺就是一些 生活文創居家小物 感覺會有環保袋啊 或是出國可以用的那個 外出的盥洗刀 然後跟一些盲克杯 但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一樓啊 一樓給我的感覺我覺得比較特別一點 二樓的話感覺就是一些 比較常見的東西 就比較有質感一點的雜貨 對 超可愛的拍貼機 它其實三樓呢 跟一樓看到的產品 一樣 但是呢三樓它感覺做起來 比較像是一個展示間的感覺 就是把一些 擺在樓下賣的貨箱呢 放得美美的 有沒有就是看了之後覺得 欸 特別想買 它的裝潢也超可愛 就是特別做了一個這個 電視機 你在幹嘛 我還想看哪一個味道更香 我要送給大家 我記得我上次買的好像是這一個 就是很安全 很淡淡的清鮮 這個 就是有洗完澡奶奶的味道 就是沐浴爐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買一個那個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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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帶大家聽聽看 超可愛 GO 接下來這間店呢 就是少女們的天堂啦 店裡的裝潢非常可愛 除了衣服以外呢 也有你怎麼最喜歡的小廢物啦 文具類 貼紙 明信片 手機殼 什麼都有 絕對是會逛到出不來的那種 這一區呢 就是韓國的選品 一些韓國的文具的小物 非常熟悉的牌子 上面這個 古斯人 然後樓上呢 還有拍貼機跟美甲 所以這太急了 所以決定是他了 GO 真的超多人 決定一次買兩個 一組的 送給大家這間店的紀念品 大家都喜歡可愛的東西唷 第三間 他其實大概離剛剛上一間 走多20步的距離 他其實是同一個老闆開的 就是姊妹店 那這間呢 風格就比較中性啊 比較有個性一點 就沒有像上一間那麼可愛 沒有那麼少女啦 對但我還真的喜歡 帶大家去看 接下來呢 這間和上一間 賣的類型大同小異 不過風格偏裝性 比較多酷酷帥帥的衣服 帽子啊 包包類也是非常多選擇 這間店的二樓 更多東西 他風格真的是走的比較特別 比較有個性一點 這四間 T.R.E.S 其實我覺得就是 跟前面兩間的風格都蠻像的 但是呢這一間的年齡層就再高一點 比較多淑女的衣服我覺得 然後可愛的東西也有 然後他剛好走路大概三分鐘吧 三分鐘的距離 都在同一區啊 所以如果有來這邊也可以逛一下 GO 相較於上一間呢 這間的陳列就是做的比較好 比較簡單啦 對比較簡單 就不會那麼演花了亂 我覺得這間的年齡層就是再偏高一點 而且細節奈洋裝 我發現他頭一類的東西都會擺在一起 就是比較好逛 然後可能褲子屎啊 就這邊 就決定一號 這間店的伴頭禮 很可愛 這個真的蠻可愛的 很可愛 接下來呢進入最艱難的環節啦 你看天都已經黑了 這邊百貨公司那麼多間要怎麼逛 我跟你講首選絕對是這一間 The Young Discovery 因為這一間呢 品牌呢 比較多元 然後可能有一些設計師的品牌 也有在地的潮牌 然後可能這樣驅動的話呢 主要就是比較高單價的 那二樓呢 M樓 就是M樓 M樓的話呢就比較多潮牌 價位呢就比較 皮靜人一點 所以如果要選擇一間百貨公司逛 絕對是他 超可愛的 這個牌子呢 就是泰國在地的潮牌 我覺得就是如果真的要 逛的話 就可以逛這種 可能 平常逛不到的品牌 畢竟就是其他品牌在這邊買 也沒有比較便宜 那我在這邊邊呢 就選擇一個 版布寶好了 很怕大家就是 不會喜歡這個 真的不會 我去買一個比較百搭的 讓大家收到禮物是真的該死的 而且後面很可愛 你給大家看後面 很可愛 好結帳結帳 終於走到山竹沃了 我跟你講這裡真的超級大 我上一次來也有逛 然後其實來漫國的第一天我就逛過 整個逛完之後呢 我最推薦的兩間品牌 第一個人是這個 這個品牌呢 這個品牌呢就是 主打花俏的洋裝啊 襯衫等等 然後是因為Jenny在紅的 因為Jenny有一次在 那個Coachella的時候 有穿過他們家的品牌 趕快帶大家進去看 超可愛的 裡面呢就是一些 比較花俏的洋裝 然後T-shirt 粉嫩嫩然後很可愛 有點少女的 這間超可愛的 這間店就算是 走一些比較花俏的樣式 然後還有跟迪士尼的年齡 超多 這種動人的包包 大豬豬是一套的 這種假相戀嗎 嗯 買買買 這個蠻可愛的 你可以把它比好嗎 好 嗯 這麼好看 最後決定這店 買回去送給大家 耶 來請大家記得茶餐會 我們接下來要去愛店呢 必須認得茶餐會再走得到 它就在Central World的二樓 會不會就是我們拍完 然後茶餐會就撤櫃了 應該不會吧 到了到了 也可以搜尋那個啦 Web It 這一集的最後一間 High School來了 拜託一定要把它存下來 是以運動休閒類比較百搭的風格之多 價格非常的便宜 絕對是小哥大哇的那種 那我們就開始逛吧 剩下一間不到五百 超扯 超扯 而且也是有一些小友設計款啦 沒關係這種價錢 我們就不希望它是什麼立體雕化 它就是印刷 直出這樣 對 這間完全沒有超過五百塊的衣服吧 我只能說他們真的非常的會拍照 先把它放回去 這間呢真的是我們上次來曼谷之後 然後挖到的寶藏服飾店 真的是寶藏 真的是寶藏 我買了十件他們的配型 一件三百 對因為我們那時候看到就覺得便宜 但就擔心洗完之後會拉嘻之類的 NO 我穿到現在還在穿 你洗了幾次了 至少五次以上了吧 我覺得它材質真的沒有到很耐 就是正常穿了也不會臥名幹嘛的 很耐穿 好洗 便宜 我今天身上穿的就是他們家的 哈哈哈 對我就配一個橘色褲子跟一個T恤 褲子也是他們家的啊 對褲子也是他們家的 我覺得還不錯就是很百搭的款式 你看這些就都每一件三百耶 三百塊 三百塊 但就是這間店我覺得真的比較難找一點 所以就是一定要認得這個 Centrower 然後茶攤會佐證 選好了 直接就是跟我身上同款 我來的時候第一天買的 送給大家 終於結束了 好醜喔 你怎麼會這個姿勢啊 這裡真的是太大了 所以呢就是 如果你們真的很有空的話 你可以就是這樣隨意走走看看 但如果你趕時間的話 就可以像我那樣就是 挑選幾間喜歡的品牌 然後去逛 作為今天的結尾呢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選擇 選擇Centrower 逛街逛完就 啊 要買一些伴手禮 買一些零食回家 是不是很剛好 直接走去對面就可以買了 沒錯 我們就可以去搭飛機了 這一區真的是蠻多可以逛的東西 所以如果真的要認真介紹 真的介紹不完 中間呢像是Centrower 它其實就是兩三層樓 主要是一些美妝啊 生活用品 運動用品之類的 那中間的Centrower 就是比較貴的 比較高單價的精品 那所以我最後呢還是推薦 Centrower跟 Centrower 就這樣 怎麼樣滿意嗎 今天的逛街行程 還好 還好 但我覺得有確實 把該逛的東西整理出來 一天大家可以結束這一切 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像我這種不愛逛街的人 一天真的夠了 對就是你一天之內 就是把一些 泰國我推薦的在地平台逛一逛 然後我覺得時間就差不多 你就不用在那邊走走看看 然後比價之後發現還買貴了 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 曼谷逛街攻略 希望你會喜歡 我要去逛BXD了 然後這邊是買給大家的抽獎 對 趕快 在底下 按讚留言 訂閱 就可以抽 這些 禮物 掰掰 好扯喔 從外面看 現在都會有那麼大 剛剛現在把它全部都逛完了 從那邊 從那邊到那邊 結果說沒有要買喔 最後還是買一堆 結果我搞錯啊 睡一大袋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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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